VBA除了說它可以是按按鈕 按下按鈕之後它會執行 像剛剛這個地方按下它執行 從VBA裡面去觀察它 它其實一定會是 叫做什麼呢? Sub OK 它的名稱在後面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個按鈕對應它 結束的話EndSub 另外VBA的第二種常用的形態 叫Function 那什麼叫Function 就是說你想插入函數的時候 這個裡面總共包含 大概至少有9類以上 有很多類的函數 裡面有251 這是微軟Excel提供給我們的 如果說直接有一個函數叫光五次章函數的話 那我的問題就解決了 我就不用像剛剛要分三個步驟 四個步驟去完成 但是問題目前有嗎? 好像沒有 對不對 那沒有怎麼辦呢 假如 常常同學問一些問題 老師 Excel裡面有沒有什麼 哪個問題可以解決 問某個問題 最終都是沒有 那沒有怎麼辦呢 你 如果可以把它寫出來 那問題就簡單了 所以使用的方法都一樣 只是說呢 第一個 你會多一個叫使用者定義 2的話呢 假設我這邊已經寫好了 這個是已經寫好了 所以等一下要把它刪掉 刪掉的話 你們電腦應該沒有這個東西 使用者定義 那我 DEMO一下 第一個按確定 第二個呢 他問你說資料在哪裡 資料在A2 那他回來沒有 因為裡面沒有刮糊 所以他也不會有刮 我按確定 下下填滿 OK 那這個函數叫什麼 叫刮糊製造函數 你想說你電腦有嗎 你電腦現在應該沒有 所以這個我給他一個名稱 叫做自定函數 就是你自己定的嘛 OK 所以以後你如果工作裡面 每天都會用到的 或者使用頻率非常高的 那不如你就寫一個像這種函數 按下去點一下 結果就出來了 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對不對 那至於說你 跟假設這種自定函數呢 跟這一個這個什麼呢 這個SUB 程序比的話 哪一個比較好呢 其實 當然各有優劣啦 你自己可以 看你習慣哪一種方法 你就去做哪一種 的程序出來 那只是說要 怎麼把自定函數 就變出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一一樣是切到那個 Visual Basic OK 二的話呢 我先把剛剛的東西刪掉 OK 就是這一段 其實這一段在你們的講義裡面也有 如果 也許盡量 如果可以自己先打 然後自己打打 第一個的話 因為我要產生一個自定函數 一切到我的那個模組 Module 2 插入一個程序 記得優標放在右邊 程序的部分呢 記得喔 給他一個名稱 也許叫什麼 瓜糊字串函數好了 名稱這個字也可以取 中文英文都可以 那再來的話就是 形態部分特別關鍵的地方喔 記得喔 跟剛剛最大最大不一樣喔 你的形態 一定要改成 Function Function 不能用Sup 關鍵因為之前有同學 做完之後發現 奇怪怎麼 老師我也沒有在做 因為你 選錯了 一定要Function 好 選Function 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 在程式的下方 會幫你出現一個 叫做 Function 名稱叫 瓜糊字串函數 會有一個 End function 那我們就要把程式呢 寫在這個中間就可以了 我們要寫什麼東西呢 其實就是 一樣嘛 不過呢 Function跟Sup 最大的差別 這個Sup 這個有點是什麼 他執行完就不會 就執行完就結束了 他也不會問你問題 但是Function 他一定是 每做一個動作就問你一個問題 一定就跟你問一個問題 所以第一個 他可能會問你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請給我什麼了 給我你要 就是抓資料裡面的瓜糊的 那個資料在哪裡 所以 記得我要怎麼餵給他資料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名稱後面一定有個小瓜糊 請你在這裡面 假設他跟你要一個資料 你就打個 資料兩個字好了 他就會跳出來 請給我資料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會選取A2 他就把A2的資料怎麼樣 直接透過 引述的傳遞 所以這個東西叫引述 他會把這個資料呢 幫你丟到這個 裡面 所以以後 這個照大鵬就幫你放進來 放在資料裡面 那之後我要做什麼呢 那我就是到資料裡面 找一下有沒有前刮糊 有沒有後刮糊 然後呢 如果有前刮糊跟後刮糊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 把那個裡面的資料 幫他 放到 之前是放B欄 可是特別注意喔 現在不是放B欄 現在是又丟回去給 這個函數本身 他又再把這個東西丟到你儲存格所在的位置 那邏輯不太一樣喔 那 其實有蠻多地方跟 剛剛這個刮糊字串 蠻像的 基本上喔 你可以拿什麼呢 拿剛剛那個刮糊字串 Fullness裡面 這些 這幾段喔 總共有 五行程式可以把它複製 那複製完之後 你可以把它貼到這下面好了 用這個來改比較快一點 那裡面的話大概改哪些 一 縮排 他可能 像我這邊是縮排 太 太右邊的 所以我把它向左的話 縮排是Tab 你可以改成Shift按住 加一個 Tab 這樣是減少縮排 Tab是縮排 Shift按住加加Tab 他就減少縮排 一 二的話呢 請你把什麼呢 本來裡面SalesA 是抓裡面的資料 請你把它改成 資料這兩個字的引述 所以喔 請你看到Sales I列的A欄 通通把它貼上 用資料取代掉 OK 資料 所以SalesA總共會有三個 那我就分別把它貼上 二的話呢 請你把SalesB 丟回到哪裡 用什麼 刮鬍字算函數 這幾個字 複製 把SalesI列的B欄 把它貼上這個 函數 OK 這樣就完成了 層次寫完了 裡面的話呢 當然喔 我們就是 寫完之後 我們來run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他帶一個資料過來 找一下有沒有前刮符 有沒有後刮符 如果 他裡面有 就幫我把資料切割的結果 丟給這個 函數本身 函數又會丟到儲存格裡面 OK 基本上這樣就寫完了啦 大概我就改了 幾個地方 插入一個 自定函數 function 給他一個名稱 後面刮符打資料 然後我剛剛是把這一 段程式 拿來修改啦 當然如果你要重新打也OK 裡面的話把SalesI列的A欄改資料 SalesI列的B欄改成這個函數本身的名稱 程式就完成了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完成之後 游標放這裡 插入函數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你的 那個函數的類別 會多一個叫使用者 定義的這個 這個類別 OK 第二個的話 在裡面 應該就會看到一個叫刮符自抓函數 那你把它按確定 它就會跳出一個 小小的視窗 不過有的時候 可能這個會 出來了 卡一下 這裡面的話 跟你要一個資料 因為我 刮符後面兩個字叫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刮符後面那兩個字 他會跑到這邊來 資料 給我一下 那我就選一個什麼 選一個 趙大鵬給他 你按個確定 不過你會發現有一個問題 0 向下填滿 如果他裡面有刮符的 他會自動幫我帶過來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他裡面沒有刮符會變0呢 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一個 可能還要再修改的地方 就是當他等於0的時候 他有切割 可是當他不等於0的話 那 特別注意喔 如果他不等於0 那我們變成說 沒有丟任何東西 給這個刮符字叫函數 那他的預設值是0 預設值是0的話呢 那因為 我們要的 並不是0 我要的是沒有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 在 一幅這裡 特別注意喔 可以再加一個 反之 如果他不等於0 不等於0就是去 切割裡面的字 表示他有 刮符在 那反之 特別注意喔 邏輯裡面呢 除了可以 if and if 這個叫一重邏輯之外 順便講一下 兩重邏輯 兩重邏輯就是 在這個地方呢 我再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else e-l se else else 在這裡實際上就是反之的意思 反之什麼呢 如果他裡面有刮符 那我就切割 如果他裡面沒有刮符呢 但是我為了要讓這個刮符 字串變數裡面 他原來的0變成沒有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刮符字串 的函數 等於什麼 本來是等於0 把它改成 沒有東西 那沒有東西我講過 就是兩個空字串就可以 其實主要是加 這個敘述 反之的意思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 它變 就是 預測值是0 那如果你加完之後的話 再回到這邊 把它打個勾 那你會發現 打勾就可以 打勾等於是 讓公式重整一下 重整 那你會發現 上面的0全部消失了 因為他們全部 都被那個 雙引號兩個 給取代掉 那這部分的話 我想 請各位可以 試試看 我剛剛的重點 1 插入那個Function 2的話 把這邊 你可以 拿剛剛的刮符字串的程式來改 這個邏輯 不太一樣 Sub有點像 像什麼 然後他做完就 就算了 就有點像現在上課的學生 反正做完他就 作業教教也不會跟你互動 那Function比較會跟你互動 他會先跟你問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 老師你要 給什麼資料 你丟給他 他就做下一個步驟 OK 所以他會 Function比較是屬於那種 會互動的學生 Sub有點像完全不互動 但是結果一不一樣 一樣他對我教作業 OK 所以這只是一個比方 所以哪一種學生好呢 可以有一個缺點 反正 就是上課認真 作業要教就好了 有些 就是說 不太一樣 所以Sub跟Function兩種 一種是 按按鈕 所以基本上 我們最後 把這個結果 你說按下去 清楚 按下去 這個是一種 另外一種是 這個 然後一樣給什麼 一樣去給他 我們要的東西 插藍數 資料給他 反觀 向下填滿 換開 結果一樣 反正效率都提高就好了 所以 管他怎麼 哪一種方法 只要你工作上面 比你之前用的時間更少 那都是好方法 千萬不要用那種塗白鏈鋼 真的又疲勞 然後 可能還會造成一些 五十肩 什麼 一些身體的傷害 那當然 今天還是去動作腦筋 當然這邊只是一些 簡單的範例 主要是呈現就是說 我們解決問題 你可以從不同的方向去思考 那以目前來看 應該還是建議是慢慢學習 這些東西 那因為像我們這個課程 主要宗旨是因為 現在教育部 希望所有人都學習城市設計 現在哪怕是小學生 有沒有 像很多學校已經把 大一不分科系 必修 那個城市設計 像今年是源氏大學 必修四學分 而且不是說只是資訊相關科系 文學院也要 全面的 都要必修城市設計 那這種風氣我想應該回不去了 不可能說 現在 只有現在才 才學城市 而且未來只會學越多 不會學越少 OK 那這部分當然 因為我 本科系是文學院的 尤其是我們東吳那個 中文系的博士班畢業的 但是那個部分我一直認為說 那個是內涵 OK 心靈城市 心而善的部分 這個東西比較實際的 可以真的解決問題 而且最早我其實是希望說 用這些方法來解決那些 大量的 文憲資料 裡面如果我想要找到 我想要找的東西的話 你就不需要 像你那些古人 每天都要一定要 非常的 這個 每天就一定要那麼辛苦的在做研究 我可能我想法 比較 另外一種思考 可能可以不需要說 一定要用我的記憶力 我現在哪一天我可能只要按幾個鍵輸入什麼資料 自動幫我羅列爆表出來 那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目前可能好像 人文界比較少用量化的方式在思考 可是有時候大家就喜歡想要看量化的東西啊 那你跟他講說可能大概也許 我估計 那所以這個東西當然就比較不被認可啦 因為你要告訴我一個比較具體的 而且現在大家最喜歡肚子量化 還要圖形化 Visual 有沒有 視覺化 最好是給我個漂亮的圖 跳出來 就是這樣的統計數字 OK 這個其實後面就是會 銜接到 讓整個快速再把 圖給做出來 因為你要做圖之前 你要先有data 你沒有data 而且那個data不能是混亂的data 你要是有序的data 比如說時間 跟數量 可能它會有一個 XY軸的關係 你才會把後續跑出來啊 可是問題誰去整理 你總不可能圖把量都慢慢整理吧 再說VBA就很好了 一鍵按下去 自動給你一個圖表 現在很多是什麼 全世界的網站上 你可以盯著某一個網站 對 以前用人工盯 現在都不用人工 用程式盯 自動去盯那些資料 把那些資料 爬下來 自動變成圖表就好了 我只要看那些圖表 而且我可以盯著幾千個幾萬個網頁上的data 就你馬上得到一個結果就好了 你幹嘛請那麼多人 我就一個人就好了 一個人可以做 所以熊悟空72變 絕對是可能的 可以把那些變出來 就有點像你把分身寫出來 前提就是 都是由這部分衍生出來的 所以也許請各位 試一下這個 我剛剛講的 剛剛 主要是一個心得分享 這變化在太 未來可以做的 其實 很多很多 我覺得 當然 以一個人的力量 其實 可能也許出不了很多 不過至少 我是覺得 這還蠻有趣的 每天每天都可以寫很多東西 所以其實 這也是我興趣之一 每天在寫程式 每天在想說 像我們剛剛跟各位講的那些東西 其實就是每天我做的事情 有空檔的時間 就可以想到一些 程式怎麼寫 可以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做一些 分享 有沒有 可以把我寫東西 上課的時候 分享給學生 然後讓他們也去想想看 他們也可以有一些 工作上他有一些表現 也是一個正向循環 其實蠻有趣的 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講的方選部分